梦想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我是哈利 欢迎来到哈利wood 给你10万美金拍部15分钟的短片 你会不会有兴趣 而且还有专业的mentorship 在半年内帮你送到一流的电影节首映 这样的好事是不是觉得不太可能 今天我一定要分享这个消息给大家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电影人都不知道这个消息 包括我昨天跟一位我以为他知道的朋友 跟他一提他都还不知道 所以我一定今天把这个事情分享给大家 就是Rising Voices 他在过去的两年已经举办了第一季和第二季 那今年就是第三季 这是由Indeed和Human Grad 还有271 Films 推出的一个program 那今年的话是10月20号才发布最新的那个消息 该计划的目的是发现投资和分享BIPOC电影人 和讲故事的人围绕工作的力量和意义创作的故事 该计划将在众多的参与者当中选择10位电影人 然后投资他们10万美金来拍摄一部15分钟的短片 并且会提供专业的Mentorship 然后在年中的时候大概6月份会直接在Treybacker的电影节首映 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消息 那大家记住了这个非常紧迫 因为它的Dialite是11月11号 从今天开始算的话只有六七天的时间 但大家不要担心 只要你有一定的这种储备 或者说是你原来有比较快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想法的话 你可以尽快的去投 它有一些详细的要求 这一届的主题是The Future of Work 就是工作的未来 当你看到工作的未来时 它对你意味着什么 你认为是反乌托邦的噩梦 还是平等主义的理想呢 在工作方面我们的世界将走向何方 谁来决定未来会怎样 你想要什么给自己 随着时间的流逝 工作如何在您的生活中发挥作用 在我们的生活中 探索你与工作和工作场所的联系 并向我们展示工作的未来 对您意味着什么 未来的工作将如何影响你和你的家人 朋友 同事 社区 或者你自己的关系 大概就是这样 关于主题方面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被这个局限了 因为我有看过前两季的所有 基本上所有的影片 那我大概有一些了解 它并没有要求你要跟这个主题扣得那么紧 我会把上两季的影片都放到这个评论区有个link 看了之后你会知道啊 其实它没有要求的那么死 可以给大家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那我们讲一下它这个参赛的一些要求 再次提醒一下交稿的最后期限是11月11号 也就是光棍节啊 好的 来我们开始讲一下 大家注意听 然后我们马上可以行动的 第一个就是submission requirements 就是你提交的一些要求 第一个就是在线 在这个human grads的网站上去 在线的去回答一些问题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上你的resume resume就是导演的resume 一个人的就好了 然后过去你的作品 然后你要有两部自己独立导演的作品 然后你不一定是这个剧本的编剧 你可以是编剧授权给你的也可以 OK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submission requirements 然后还有就是program rules program rules也蛮简单的 我大概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成片呢 不能超过15分钟 包括credits 也就是影片的话 大概就12分钟 13分钟左右吧 对吧 然后参加者呢 他不能参与演出 也不能参与拍摄和那个 我指的摄影啊 shoot 还有编辑 剪辑也不可以参与 其实这个蛮简单 你就做导演就好了嘛 还有就是不能用胶片来拍摄 必须要用数码的来拍摄 然后关于发行的话 是由indeed这个公司来帮你负责 所以你不用担心 然后他也会在明年6月份的 trebecca电影节上首映 再下一条就是参与者要能参与 要现场能到这个trebecca的电影节 那这个也很简单 而且那是很好的机会 然后再下一条就是 你的拍摄时间是整个program会给你 给你一起来确定一个拍摄的时间 那也会有一些团队的辅助 比如说一些制片人的一些帮助啊 制片方面的帮助啊 还有就是你的音乐必须是原创的 那这个也当然那也没有十万美金嘛 当然能够做到原创了 另外的话你的拍摄的素材的话 有一些你引用的素材也都都是要必须有版权 那这也都是很正常的 然后再下一条就是所有的团队拍摄团队的话 要一个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不能有这种种族歧视啊 那个性别歧视啊 什么性骚老啊 这些其实也是废话了 那再下一条就是 indeed的拥有你这个片子的版权 但是你个人的话拥有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本身的IP的版权 你也可以再继续去把它发展成一个长片啊 发展成电视剧啊 都是你有这样的权利的 OK 那这就是program rules 然后再最后一个就是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就是你的资格是不是符合 那第一个就是参与者 他必须要有在美国工作的许可 OK就是你要能够一直到工作到2023年的年底 还有下一条就是你必须18岁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至少有三年的电影方面的工作经验 参与者还有一条 这条我觉得对于新的filmmaker来说非常好 就是他的要求说 你不能拍过feature film 也就是说你拍过feature film的朋友的话你是不能参加的 也就是他这个重点就是在扶持这个新的电影人 新的导演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的就是参与者的竞争也就是更 更没有那么激烈了 但是这个机会很好嘛 然后最后一条就是关于安全方面 那这个就是去按照符合他这个covid的一些safety的那个规定就好了 那就这么简单 我也会把这个网站的link发在下面 然后大家赶快去看 然后赶快去submit 真的是这个我发现好多人不知道 如果你也不知道的话 赶紧看一遍 然后上这个网站也去想去看一下 然后把你之前的作品也好 或者马上有什么idea的话 马上写一个他是要先提交一个10页的一个script 那这个script我觉得可以不是那么完整 只要把你的大概的意思都写出来 因为他你看影片是拍15分钟嘛 那你的script他要求你不能超过10分钟 而10页子发过去 我觉得你在几天如果是稍微厉害一点 或者把以前的一些作品拿来改的话 没有什么问题 最重要的是10万美金 在半年内帮助你制作出来 然后还放在电影节 同时还有在其他的平台推广的可能 那我讲讲我去年参与的season 2 season 2我参与了其中一部片的拍摄 我去演了一个角色 那我整个见到了整个crew拍摄的过程 就是团队那是比一般的学生片或low budget的indie是要大很多 因为他有10万美金给你 所以的话你在制作方面你是可以比较有空间的啦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拍BTS的都拿着static cam来拍 就是两三个人来拍BTS 就是看到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还有制片方的话有有就是专业的制片来去辅助 然后最关键是这个非常快你在11月11号投进去之后 大概1月份就会有结果知道你有没有被选到是选10位啊 那刚才我讲的BIPOC BIPOC就是指的是什么 我想我解释一下 简单解释一下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有色人种 那这个program就是在支持支柱有色人种的电影人的 那等于说我们是亚裔华裔的话 机会是很大 那在过去的两季当中呢 每一季都有一到两个华裔导演 所以我们至少有10%到20%的机会 甚至更你的剧本如果足够好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华语的片子可能有两三部也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争取这次机会 我觉得机会难得10万美金啊 而且1月份知道结果2、3月份开始给你mentorship 然后4月份到5月份拍摄 然后给你足够的资金 后期在6月份制作完成 马上上Trebaka电影节 我参与的第二季的我们那个影片 后来还有一个比第一季还更大的一个推广机会 就是直接放到了电影院 就是商业的电影院 放在了好莱坞大片之前去放映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你能搭上这趟车 你能被入选的话 那你肯定是跨越了一个 马上就跳到另外一个台阶 更上了一层楼 OK大家听了的话 我希望你马上行动 希望你能成功 拜拜